字幕提供 嗨大家好我是阿坤 今天要來和大家分享的是 大馬二分CBD實際使用的心得感想 我知道大家聽到前面兩個字就會開始驚恐 但先別急 我一一來解釋 先簡單介紹 大麻是一種植物 目前研究萃取出來之後主要有兩種成分 THC 氏氫大麻分和CBD 大麻二分 那兩種成分 THC是有置換成分的 目前研究認為是毒品麻醉藥物的主要成分 那CBD是近年被當成保健食品 並可能有助於神經系統健康 因此兩個成分雖然出於同一個植物 但作用差別是非常大的 那今天影片背景呢 我就放上我錄音這一天去健康訓練過程 那最重要的 大家也最關心的 就是CBD在台灣是否合法 那絕對是合法的 但僅可以自行使用 目前台灣國內沒有核准任何含有CBD成分之藥品 這邊也幫大家附上參考文獻 有許多網站文章都有幫大家整理相關資訊 這些文章大家都可以參考 不過最主要的依據還是衛福部公告的微准 這裡也有衛福部公告的正式回應 我會把這些參考文章貼在底下 那我當初也很擔心合法性的問題 做了超多功課 有需要購買方式或推薦 之後有機會我再做影片和大家分享 所以簡單整理 含有THC目前台灣的法律是不合法的 但CBD是可以的 甚至CBD在許多國家是隨手可得的 像是在日本的藥妝店 CBD就是可以直接購買的 但在台灣就只可以透過進口的方式取得 取得的方式相對不容易 那CBD在健身上可以幫助我們什麼呢? 條列出來的優點有這些 幫助睡眠、放鬆心情 調節壓力、降低體內的壓力荷爾蒙 降低身體炎症、有消炎的作用 今天影片主要也是來和大家分享 實際使用CBD的感想 因為一罐其實也不便宜 換算成台幣大概就是3500塊到7500塊不等 跟品牌濃度還有容量會有不小的價差 我自己會想要嘗試最主要的目的是 改善我的睡眠品質 我本來習慣的睡眠時間是半夜3、4點 那可能早上11點左右起床 雖然睡眠時間是足夠 但這樣晚睡久了 感覺睡眠品質變差 所以我想要調整到半夜1點左右睡 但卻睡不著 睡眠就又影響到隔天整天的精神 尤其是高強度的訓練 狀態不好就會差非常多 這段期間睡眠不好也讓我的運動表現起伏不定 那我在使用CBD前是很期待的 因為網路上把它說得很神奇 說會有前所未有的深層睡眠 或者一吃完倒頭就睡之類的 那我使用CBD都是在睡前的半個小時左右 吃0.5ml 那來到我第一天使用CBD 我來形容一下它的口感 使用方式是滴在舌頭下方 感覺是稍微有一點油油的液體 味道就像是橄欖油 只是味道在淡很多 然後帶有一點木質調的香味 我覺得不難吃但也沒有好吃 吃完之後我在睡前都沒有使用手機電腦 那睡前半個小時我就去滾筒放鬆 伸展了 當天我半夜1點半就睡著了 起床其實蠻神奇的 有感覺睡飽神清氣床的感覺 不會有那種沒睡飽 起床還覺得身體很疲憊的感覺 但我不確定是不是心理提示的作用 還是CBD真的這麼神奇 那第二天再次CBD 但是我卻又犯了老毛病 就是睡前開始滑手機看影片 導致我那天差不多3點多才睡 隔天起床疲累的感覺又出現了 之後大概就這樣反反覆覆了幾次 我盡量去調整我睡眠前的作息 到現在快一個月過去 我才調整到比較理想的狀態 就是原本預設的要1點左右去睡覺 我本來以為CBD吃下去會立刻有那種昏昏欲睡 或者是像喝酒醉的那種感覺 但吃的當下其實都沒有任何感覺 所以如果統整我的使用心得 我這一個月每天都有吃CBD 但是每天的效果不一 我認為我的睡眠品質 跟我睡覺前的作息有更大的正相關 睡前如果我不要使用太多電子產品 或者玩遊戲讓自己的心情處於比較亢奮的狀態 我當天的睡眠狀況就會很好 而CBD在我自己的使用經驗來看 更像是一個加分的產品 它不會強制讓你睡著或者是讓你感覺到昏沉 只是讓你在正常的睡眠過程中可以睡得更好 但是如果你不睡 那CBD也救不了你 其實換一個角度來想也蠻合理的 CBD在國外目前的定位是保健食品 隨手可以取得 那是保健食品它的效用就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很顯著 不然就會被列為藥品了 所以CBD我自己使用心得 它並沒有那麼神奇的效用 不會使用完就想睡 它還是需要搭配良好的睡眠習慣 不過我在使用後也沒有不適的狀況出現 我的感覺就像 如果我有把基本的睡眠做好 我可能就會有80分的睡眠品質 那有CBD呢 我會感覺到可以加到90分 但如果我沒有把基本的睡眠做好 那就只有40分的睡眠品質 那即便有使用CBD 睡眠品質還是會覺得很差 不會因為有CBD就讓我彌補過來 那今天就快速的和大家分享我的使用心得 最後我想要說 CBD它還是一個很新的產品 有一些研究可能需要更長的時間才可以研究出來 所以我想CBD它有優點也有缺點 那大家要多做功課 不要太恐慌或者害怕新的事物 用比較開放的心態去看待 但也要小心它的好處是否被過度的誇大 不過我很確定的是 保加利亞分腿盾的痛苦 絕對沒有過度誇大